早在200多年前的1792年 外族库尔喀军再次入侵我西藏边境地区 经乾隆帝派大将军福康安率军抗击 于6月28日攻下纪隆收复失地 在发往蜻蜓的奏折中 福康安对世界污脊上的恶劣自然环境 有过这样的描述 两面高山夹制石崖碧立 府邻大河原山一线辖境 乱石崎岖并有大石只堪高至仗余者 攀腾而过极无志族之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